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成为18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会 那么明年经济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式如何 我们栏目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 向200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发出 回收了109份 问卷的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 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刚刚过去的18届三中全会中 经济体制改革备受关注 因此我们问卷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 2014年您最期待以下哪项经济体制改革 20.5%的人最期待进行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改革 选择金融体制改革 占被调查者的22.5% 选择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改革 占16.6% 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经济体制改革 占12.6% 财税体制改革占11.9% 投资体制改革占10.6%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占5.3% 我想2014年是改革的开篇之年 这篇文章的最开头 所以一定要写好 第一项改革就是要减少行政干预 马上要落实 减少审批 给整个经济松绑 这项改革我们广义地称之为行政体制改革 实际上就是松绑 对吧 减少政府干预 就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 也就是说能够让市场决定东西 让市场去决定 那么这样的话 它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主线的话 那么其他像金融改革也好 这个投资 投融资的体制改革也好 资源产品的价格也好 它都围绕着这个核心东西去做 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能不能放权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 减少政府审批环节 给经济运行松绑 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核心 除行政体制改革外 在最期待的经济体制改革中 22.5%的人选择了金融体制改革 这些受访者认为 应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 允许民间资本 市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 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现在百姓投资有了钱怎么办 买房子买股票 是吧 再买比赛产品 区域比较窄 区域比较窄 所以资本账户 逐步的实现可兑换 对于百姓而言 是一个将是一个重大的利好 将让我们的百姓 大大的拓宽 它的投资的领域 从国内走向国际 国际上很多的金融产品 实际上是跟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 讲的一句俗话 就是实际上是 我们是多年以来 肥水的流入万人田了 对吧 我们中国人买的苹果电脑 买的苹果的手机 苹果的这些电器 都是让他苹果公司的股票 匆匆的往上涨 可是我们一点 参与股票上涨的机会都没有 就是因为资本账户没开放 这是所以我想讲 资本账户的开放 是金融的一个中头戏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对内对外的开放 其实要开放 不光是外资 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 加强竞争 过去大家都是 几家最大的国优商业银行 和其他金融机构 实际上是形成了相对的垄断 里头有很多问题 你比如说 现在已经开放了民营资本 就比较大规模的 因为我们原来民营资本 有的时候已经投资了一些商业银行 当然现在来讲 可能开放的力度更大一点了 那么这个会对 尤其是原来的斯大国银行 可能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竞争力了 这个也会促进 整个银行业它的效率和服务 能够能有发生一个质的飞跃 我们问卷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有55.2%的人选择了政府掌握过多资源 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超过半数 25%的人选择了腐败影响政府公信力 13.8%的人选择了国际改革 进展缓慢 还有6%的人选择了东西部发展 严重失衡 目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掌握了它多的资源 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你看中国经济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增长空间的 我们的资源能源 比如说石油 对吧 石油到比如说我们金融 金融服务 区域性的金融机构 没有 确实这些都是百姓生活 跟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百姓需要的 投资者也希望进去 也是投购率很高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放开 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第一大问题 18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 要紧紧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然而受访的很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 想要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面临的现实挑战仍然巨大 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 政府的这个有形的手啊 要更多的让位给市场的手 三中全会啊 非常强调要发挥市场的作用 市场的力量 我觉得这些方面的话 可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就是一些垄断的企业 垄断太多的一些产业 垄断太多的资源 这些都不离于市场化的发展 政府的干预太多了 有很多本来不需要政府做的事情 政府一直在做 过去我们的这个地方政府的长官 都是把自己看成是地方经济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当然是推动了GDP中长了 招商引资对吧 但这个他有很多的这个后遗症 就地方政府直接去下下这个场去踢球 显然对其他的球员是不公平的 而且很其实是挤出了很多其他球员的这个机会 对吧 那么再加上你这个你其实是没有很多时间 或者你也不可能很公正的去维持那些规则 另外有25%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13.8%的人选择了国企改革进展缓慢 是改革最大阻力 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指出 正是由于政府掌握行政审批的权力 部分国有企业拥有垄断利润 他们都成为了既得利益者 并且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 最大的阻力改革 这方面最大阻力来自于利益集团 特别是国有垄断利益集团 可能要切掉他们的权力 放开让民营企业进入 这个比较困难 特殊的既得利益者 他就不但要保持这个权力 而且会要扩大这个权力 所以这个改革中央有一个提议法 他一到执行的时候 他就会受到阻碍 甚至扭转方向 市场的力量可能是在推动我们下一阶段 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主力军 那么我们要是发挥市场的力量的话 它的基础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所以它必须要不断地完善法治 问卷调查的第三个问题是 在财税体制改革中 您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47.7%的受访者选择了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支出不足 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自身消费支出过多 25.2%的人选择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税权不匹配 结构不合理 另外有25.2%的人选择了税制结构不合理 税股偏高 有1.9%的人选择了其他 财税制度的安排是最重要的 它是应该是基本制度 所以财税体制改革是在这个地方起到一个 在经济体制改革 乃至是这个前方改革起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连接环节的作用 它是一个治理基础 国家治理基础 财政财政一半财一半正 税负总体上还是偏重的 要鼓励一些创新性的企业和这些农产业企业 还有对国家贡献大解决就业更多的这些企业 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记者查阅历年财政收入情况看到 2011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为24.8% 201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速为12.8% 2013年1到11月全国财政收入11.97万亿元 比去年统计增长了9.9% 财政收入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 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前提下 如何让财政支出更加合理化 如何把钱划在刀刃上变成了首要问题 在调查中 接近半数的人认为 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 是目前财水体系中最大的问题 我们简单讲我们现在中国的财政的大体来讲是一个吃饭财政 就是吃饭财政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财政基本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是行政开支 所谓吃饭 除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外 有25.2%的受访者认为在财税体制改革中 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 是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关系还是没有理顺 那么目前的基本的情况是地方政府总体上讲 总体上讲 大家不好遇到一些概括的讲 是懒得事情太多 但是你自己真正能做好的事情却没有那么多 同时也没有财力 所以就像一个人一样 如果一个人身上压了很多的工作 那么这么一个能力不是那么强 压了很多的工作的人又没有钱怎么办 那就乱来了 所以就是戒陈 去借别人钱干一些事情 干的事也不是自己最适合的 这就是当前财政体系的问题的根源 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你能不能让他负责任的借钱 我们有很多城市 比如说有造成的市场 造成的市场做得很成功 把整个城市都给改造了 老百姓也很拥护 这个市场后来也升迁了 但是问题是你要看他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留下的一笔账 几十年都还不了 几十年还不了 大家都不在乎 因为大家觉得反正这个市还不了 省政府可能要还 省政府还不了 中央要还 但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如果延续下去 你可以想象 我们这个金融风险和债务风险 这是早晚的事情 数据显示 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债 已经成为庞大的地方财政支出的最主要收入来源 2011年 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3.3万亿元 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2012年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2.9万亿元 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 而国家审计处今年6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 在审计的36个地区债务中 有9个省会城市 政府所付的债务率已经超过百分之百 最高的达到百分之189 财政缺口填补方式 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就是卖地 另外一个就是向银行借钱 地方市场的财政不匹配 所以就迫使地方政府走土地财政的路 不停地卖地 那如果给它一个比较好的税势 能解决它发展 能解决它用钱 它当然就不依赖土地财政了 如何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追出 迈入健康的轨道 这也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中 最难啃的硬骨头 而对于李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视权与财权 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未来的财政的支出结构 应该来讲的就是比较好的时候 大部分的财政支出 是用于社保 用于老百姓的福利 教育 医疗 这些基本的开支 这个应该能占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么政府的行政开支这一块 最好不要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你就必须要削减 公务员的队伍 不能让太多的人再去吃黄粮了 那这个当然难度极大 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过去呢 我们是建设性政府 那我们今后的目标呢 是要提供公共服务 要专行公共服务政府 那么要说公共服务均等化 这是中央的责任 对吧 那么事情就往上走的 对吧 特别像养老和这个是 其他一些一般的公共服务 你不能说有这些差异 有差异 然后我这个水平就不一样 对吧 这只能中央政府的责任 又是他水平要文胜集中 这也要叫财力跟蜘蛛责任相匹配 财政体制改革呢 最主要的一方面呢 要解决财权和市权的匹配 比方说中央管什么 地方管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全国将来的社保 这个不应该是地方的 管的事 它是因为作为一个 全国的一个系统 我们现在讲地方政府 为什么他老要去追逐GDP 他为什么要招商引之 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政绩 很大长度上呢 就是地方政府的绝大多数的税源 是生产领域 税制改革 不仅仅是要把这个财权和市权 要能够一支起来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税源 地方政府的税源 要逐渐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领域 比方说销售税 财产税 这样的话呢 地方政府就可以摆脱 现在这个各自搞经济的这么一种局面 在问卷的第四个问题中 我们也就近来一直受到热议的农村土地改革 访问了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对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为带来的风险 41.2%的受访者认为 风险很小 可以盘活农村土地资源 促进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 另外42.2%的受访者认为 风险很大 可能进一步使皮肤差距加大 造成农地备战 威胁粮食安全的问题 可以看到 关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风险问题 乐观者与担忧者的比例几乎一致 另外还有18.6%的人 认为结果不好说 我正在这个台阳山那个小山村里边 搞一个实验 小山村的那个村民和这个村领导 已经明确说了 不要跟我们谈流转 如果就是说我们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一片土地 我们还有地方去住 如果闹天荒的话 我们还有一口饭吃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土地 都流转出去了的话 我们一旦遇到一个天灾 或者人祸的话 我们到哪去住 到哪去吃 这个风险呢 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 我们也参与过 做过一些调研 做过一些研究 例如说 农村建设用地 把它城镇化以后 把农民请到城市里面来住了 那么你给了他补偿 给了他一笔钱以后 这一笔钱 他比如说买了房 他买了车 他可能就挥霍掉了 已经走入城镇的农民 会重新失业 重新成为这个平民 重新没有收入来源 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 40%左右的经济学家认为 农地改革风险很大 但还有41.2%的人 对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带来的风险可控性 表示乐观 有人担心土地流转过快 过多 有可能会产生实地农民 而产厅生实地农民 一旦在城里面失败了 或者待不下去了 有可能成为赤品 可能有人说这种担心 但另一方面的话 就算是土地流转了 它不是永久的流转 它是相对的流转 土地的所有 叫做使用权 还是它的 只是一段时间的使用权 流转出去 从这个角度讲 对吗 那个农村的土地 这种流转的话 不会造成大的这个失衡 很多那个农民工 他们那个宅基地是空在哪 而且呢 大概永远也不会回去了 农村那个宅基地 至于他们的子女 更不可能回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不是资源的浪费吗 如果能够流转 有一部分可能卖不出什么钱来 有一部分它可以变现变现以后 它能够改善它在城里面的居住条件 就是要建一些土地基金 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转让出去之后 不是获得现金 而是获得这个基金的股份 那么这个基金呢 是通过某种方式 社会发展方式去管理它 这个基金逐步的不断的给这个农民吞红 那通过这种方式减少 农民拿了拿了这个土地出弱的钱 就短期挥和掉的这种不幸的这种这种格局 多数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指出 无论风险大小 农村建设土地的流转 都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一环 是必须要突破的改革方向 推进土地流转改革 需要国家有顶层设计 有严格的决心细则 这样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 释放出举大的改革红利 那么风险会有 是吧 但是呢 它的正面作用非常重要 而且是必须要搞 它再不搞的话 对我们的城镇化 对农村的发展 对农业现代化 都成为一种障碍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认为是在于我们怎么能够 要坚持这条道路 但是同时要控制风险 农村土地基地和国有土地 是一样的 同等权利 但是真正直径起来 我觉得难度非常大 非常大 首先问题是 全国做好统一规划 第二 如何扭转制定细则 才能真正起作 改革是18届三中全会 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 业界也普遍 对经济体制改革充满期待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转型 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改变 那么接下来的一年 中国的经济会以 什么样的速度增长呢 这样的速度 对经济生活来说 又意味着什么呢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百名经济学家 企业家问卷调查 我想2014年是改革的开篇之年 一篇文章的最开头 所以一定要写好 第一项改革呢 就是要减少行政改喻 把卖中国经济 2014年改革向哪里去 造成的市场做得很成功 把整个城市都给改造了 老百姓也很拥护 这个市场后来也送签了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看它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留下的一笔账 几十年都忙不了 欢迎收看经济 欢迎回来 中国经济经过长达 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 积累的结构问题 增长方式问题 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正越来越制约着 经济发展的健康度和可持续性 这其中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 也越来越引起了 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 那么经济学家和企业家 对于明年的GDP增长 有着怎样的判断呢 我们调查问卷的第五个问题是 您认为2014年 我国GDP的目标是多少 受访者中 50%的人认为 GDP目标应该维持在 7%到7.5%之间 而29.8%的人认为 在6.5%到7%之间 18.1%的人认为 在7.5%到8%之间 只有2.1%的人认为 会在百分之8以上 那么按照我们的测算 我们认为就是说 要保证1200万的 新增城镇就业的话 那么7.1%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以 这是一个底线 但是考虑到明年 整个的大规模的 中等职业学校以上的 这一个毕业生 要达到1200万 那么这个规模很大 那么为了不至于使 这个失业率出现一个 较大幅度的上升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 明年的就业目标在 1250万 那么他所对应的 这一个GDP增速 那么就在7.5% 我选了一个7到7.5% 我认为这个呢 还是比较 可行的 因为你要太低呢 可能现在是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 或者对一些潜力啊 现在带来一些物理影响 但是太快了 可能中国现在有好多问题 需要解决 好多我们历史 遗留的 或者历史的一些积累的问题 也需要解决 这时候要太快了 因为要说 运输得不大 我最近做过一个分析 占GDP的比重 用去年的数据来测算 已经达到48.3% 我估计今年前九个月 都已经超过了50% 那这个48.3也好 50也好 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历史上建国以来 上一次的最高点 是1958年 大跃进的时候 42% 就咱们现在 这个投资占GDP的比重 过高 这就是经济的 不平衡增长的 一个后果 那么怎么让投资率下降呢 就必须投资 增长速度放缓 那么我测算了一下 如果说是 我们假定到2020年 把投资率降到40%的话 明年经济增长 就不应该超过7% 我觉得明年的 我的预测呢 应该是 在我来讲啊 应该是6.5到7% 足以了 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国家GDP的这个 这个基数已经很大了 你仍然保持那么快的 我觉得不一定 不一定合适 可能在6 6到7之间吧 我想 6到7之间 你有什么根据吗 可以做出这个预测吗 因为现在 那个 很多产业都处于 共大于球的格局 另外呢 就是全球经济 还继续的处于调整期 那么中国的三家马车 这个 现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这种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 GDP要大幅度的增长 不现实 而6到7 已经是全球最快的增长速度了 改革的定义 是改变旧制度 旧事务 对旧有的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 做局部 或者是根本性的调整变动 很显然 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 而遭遇所爱 有时甚至会决定改革的成败 这其中 抛弃 为GDP最英雄的正细考核方式 无疑让社会对改革前景 充满期待 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期待 我们期待中国经济 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破除固有思维 冲破阻碍 健康前行 好 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